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电话 接电话 干嘛呀 你们都在外边 干嘛非让我接电话呀 我不做饭呢嘛 快快快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来 找谁 妈 真的是你吗 妈 妈妈 你怎么才打电话给我呀 干什么呀 你快要干什么呀 叫什么 不是 叫没听 不是 别吵 她怎么会来电话呢 我怎么知道 我很抱歉啊 这怪妈妈不好 妈妈这里的情况 在心里都跟你讲过了 那你打一个电话的时间总有吧 妈妈特别忙 又要学习 又要工作 而且我们这边 打电话特别不方便 我不管 我不管 你以后能不能经常打电话给我呀 一个胸心一次也可以 好好 妈妈不敢保证你 但是我一定争取 妈妈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妈妈 我特别特别地想你 你一走就是这么长时间 难道你一点都不想我吗 妈妈 你给我寄的东西我全部都收到了 谢谢妈妈 妈 你快一点回来吧 我想你 我真的特别特别地想你 喂 妈妈 在听吗 哦 那个 妈妈在听呢 对不起安安 妈妈可能 你今天还是会不去 过一段时间吧 没事 妈 妈 我去美国行吗 我去美国找你 你要来美国 我要到美国去 我要去美国留学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你说行吗 那个 安安是这样的 你来美国是件大事情 妈妈还要跟爸爸商量一下 因为毕竟这段时间 都是你爸爸在照顾你 这件事情也不是件小事 我跟爸爸商量好了 告诉你好吗 这些我都知道 可是我想你啊 你又回不来 怎么办 我知道安安 可是你又想过 你走了以后 你爸爸一个人怎么办呢 多可怜啊 我不管 那他爱干吗干吗 反正我就要到美国去 我跟你又在一起 我就再也不回来了 安安 你要是这样的话 这么任性 妈妈要生气了 你一定要记住 在这个世界上 最疼你 最爱你的 是你的爸爸 不是 他 怎么突然打电话回来了 你甭管 好 那个 安安 妈妈这边还有点事情 你明天还要上学呢 早点休息好不好 妈 你要记得发邮件给我 好的 好的 妈妈爱你 我也爱你 妈妈 拜拜 拜拜 再见 爸 我妈来的电话 这次我一定要去美国 我去美国 我去美国 都去美国 我去美国 我去美国 你也会着急 我来客气 我去美国 你来客气 人家 你可不给美国